《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凝 廣東沿岸地區 今天繼續受到一股溫暖和潮濕的海洋氣流影響 香港今天有霧的情況出現 一起看看香港附近的能見度 下午的時候 香港附近水域的能見度仍然比較低 華蘭島的能見度維持在一千米或以下 在廣東南面的學長望出去都可以看到 一些霧氣不時將沿岸的燈塔遮住 看都看得不清楚 至於天色方面 可以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圖像 大範圍的衛星圖像顯示 主要的一些對流雲層 現在影響著中國的內陸地方 沿岸地區整體來說 雲層不算太厚 所以日間的時候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陽光 至於最高氣溫方面 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是介乎在23度至29度之間 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是怎樣 可以看看封場的預報圖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廣東沿岸地區仍然會受到一些由海洋而離 溫暖又潮濕的氣流影響著 會有霧的情況出現 不過去到週末和下星期初的時候 廣東沿岸地區就會轉為受到一道低壓槽的影響 這道低壓槽會為那區帶來一些雷雨 大家要留意 至於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預計今晚和明天大致多雲 早晚會有霧的情況 明天日間的時候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亦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氣溫方面是介乎在23度至27度之間 風勢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 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星期六的時候 天氣仍然是溫暖潮濕 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不過去到下星期初 我們轉為受到一道低壓槽的影響 天氣會變得不穩定 以及會有雷雨的情況 這一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